加勒万河谷 一个本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相当陌生的地名 最近却火上了天 我查了一下 加勒万河谷海拔4000多米 大部分人到了这儿 估计都已经开始高原反应了 而我们战士居然还能够徒手搏斗 着实厉害啊 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钢铁战士 也就是装甲机械化部队 坦克战车火箭炮 要是开到这儿来 也能够气势如虹地打上一架吗 在高原地区战斗车辆会受影响吗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高原环境之所以险恶 是因为这里空气稀薄 低压 缺氧 气候 寒冷 走野 温差大 还有紫外线 辐射强烈 风沙 严重等等 听起来就不像是 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对吧 但对于甚至是没有生命的战车来说 这里也成得上是一个禁区 为什么呢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战车也是需要呼吸的 不管里面装的是柴油发动机 还是汽油发动机 甚至是燃气轮机 它们都叫做内燃机 进入其名它们都是靠燃烧来驱动的 而燃烧离不开呼吸 为了帮助你理解 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燃烧三角形 或者直白点说燃烧三要素 分别是燃料热量和氧气 它们缺一不可 在发动机里面 燃料来自加进去的汽油或者柴油 热量来自火化塞的点火 氧气来自吸进去的空气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化学过程了 在反应室的左边 碳氢化合物 也就是气柴油的真正组成成分 和氧气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经过燃烧后 反应生成右边的水 二氧化碳 或许还有一点点的一氧化碳 同时反应还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你看 关键就在于燃料和氧气的混合比例了 这个理想的比例数值 在1比15左右 取决于你使用的到底是汽油还是柴油 也就是说 每消耗1克的燃料 就需要15克左右的氧气 才能够充分的燃烧 使输出的效率最大化 这样看起来你都不好意思说 发动机的油耗有多大了 因为相比起来 它的氧耗显然更大 百公里氧耗120升 听起来多吓人 好在氧气不要钱 烧了也就烧了吧 但随着海拔的升高 海氧量也越来越低 你想烧那么多 可周围的空气里面 已经没有多少剩下来给你烧了 基本上海拔每上升1000米 海氧量就会下降大约8% 发动机的燃烧开始变得不再充分 实验数据表明 对于自然吸气型的发动机 海拔每上升1000米 功率和扭矩分别都会下降 8%到13% 油耗反而会上升6%到9% 这一方面是由于混合气的燃烧 不充分造成的 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气压的降低 导致了气缸内充气量的减少 散热性能下降 热复合增加所导致的 它们综合在一起 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动力性能 你想想看 要是把这样的坦克开到海拔 4000多米的加勒万河谷去 它的动力就只剩下平时的一半左右了 还怎么能追着敌人玩个痛快呢 显然是不行的嘛 那该怎么办呢 涡轮增压嘛 涡轮增压里面的风战 依靠极高的转速 通常要比发动机本身的转速 还要高8倍 来将更多的空气 蹦入发动机里面 更多的空气 于是就抵消了养含量的不足 使发动机的功率 只会下降3%到5% 尽管还是打了个折 但对作战本身 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在高原上面表坦克的 当然如果你以为 高原环境只会影响到发动机的机动性能的话 那还是想的太简单了 其实除此之外 发动机的机动性能 发动机的配器系统 冷却系统 润滑系统 都会受到气压下降 温度下降 风沙严重 气候波动等等的影响 还没完哦 车辆的传动系统 液压系统 制动系统 也会在这里经受严峻的考验 所以跟中国功夫一样 大国的工业水平 当然也是凭实力说话的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带你一起长见识 1943年8月4号 一架晃晃悠悠的美制轰炸机 突然出现在一条苏联跑道的镜头 一看就知道 它肯定是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 正在迫降 所以地面上就马上做好了准备 虽然在滑行的时候起了火 但总算还是成功停下来扑灭了 不过在领航员 无线电操作手和尾炮手相机走出来之后 飞行员却并没有出现 原来它早就已经消失了 驾驶舱里面也是早就空空如也了 所以到底是谁驾驶着这架飞机降落的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驾驶飞机降落的是坐在机尾炮塔里面的 无线电操作员卡拉斯中士 也就是在飞机的这个位置 朝后面看视野还不错 但完全就无法向前看 所以坐在这里操作飞机 就仿佛是坐在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开车一样 这还要怎么开 当然靠你一个人肯定是开不了的 除非驾驶室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充当你的眼睛 能够不断的把前方的路况和汽车 现在的行驶状态告诉你才行 应该说才有这个可能 所以在这架飞机上 充当卡拉斯中士眼睛的 就是位于GB部位领航舱里面的帕尔速艇 由于它趴在前面视野非常的好 所以能够为后面的临时驾驶员提供相当准确的信息 就这样在一前一后两个机组成员的同力配合之下 眼睛和手脚分开了的飞机 居然就这样奇迹般的成功降落了 要说这架飞机本身就够奇葩的 它是由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中型空机轰炸机A20 总共招出了7500架左右 其中三分之一都给了苏联 比留在美国空军自己手里面的还要多 于是便成为了苏联在二战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力量之一 苏联一开始也是迫不得已 在战争初期 德国通过巴巴罗萨行动几乎全盘断下了苏联的整个空军 到了1941年底 苏联损失的飞机数量居然高达了惊人的9173架之多 于是他就不得不向他在西方的盟友寻求帮助 希望通过租借计划来获得飞机的补给 原本他们看中的其实是美国更加先进的B17和B24 可美国不干 说你看这A20也好得很 人家英国皇家空军用的可是相当顺手 你们也一定会爱上他的 的确等数千架A20到了苏联首长之后 还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它的速度快机动性高 结构兼顾无线电和飞行仪表相当好用 甚至还带驾驶上加热功能 不管是空情还是地情都给它打了高分 尤其是它还有一项特别贴心的保命功能 就是位于尾炮手座位下方的这套辅助飞行控制装置了 它包含一根操纵杆 两个方向多踏板和一个油门弧作 可以说该有的都有了 只不过是减配了而已 设置它的目的是为了拯救飞行员的 当飞机受损机组不得不选择跳伞时 飞行员面临一个相当危险的窘境 因为操纵杆在它手上 一旦松手跳出失控的飞机 很有可能会发生姿态的改变 容易使它撞在高层的尾翼之上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 A20尾部机枪手需要用这根操纵杆稳定飞机 等到前面的两名成员 领航员和飞行员都完成跳伞之后 再从下方舱口来跳伞 这样所有人的风险都小了 也正是如此 就造成了A20的跳伞顺序和其他飞机是不一样的 飞行员是可以先跳的 但是也没有说 你可以不管机上的几个同伴自己先跑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整个事件的经过 1943年的8月4号 苏联第16航空集团军接到命令 要求投入所有的力量 对西侧的德国国防军进行攻击 于是三个轰炸集团便起飞了 他们都是从美国租借过来的A20 沿着德军撤退的公路开始扔炸弹去了 起初的任务还算顺利 但其中一架却在接近一个小镇目标时 被地面的高炮给冰伤了 在放了一轮李华之后 一枚炮弹就在靠近驾驶舱的位置炸开了 当即就把飞行员波古丁稍微炸得头昏眼花 他自然是受了伤 驾驶舱里面的机械装置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飞机开始下坠了 于是波古丁意识到 此时他们必须要跳伞弃机了 在告知机组状况之后 他便不由分说的跳了下去 估计的确是被炸晕了 因为他竟完全没有考虑过 落在德战区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剩下的三名成员 其实应该只有两个才对 但苏联没有那么多受过无线电训练的机枪手 所以就把本该只有一人兼任的机枪手 和无线电操作员的工作给分开了 在尾部的炮塔里面 塞进去了两个人 他们领航员 无线电操作员和机枪手 相对清醒了很多 就不愿意跳伞 可飞机失控了该怎么办呢 无线电操作员卡拉斯突然想到 就在自己身下 不是还有一套操纵系统吗 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 他马上就联系了 机逼位置的领航员 问他 你能不能看清飞机前方的状况 结果得到的答复是 我不仅看得清楚 还清楚的看到 我们正在朝德国人头上飞过去 就差好处来 你就快点抓起来该死的备用操纵杆吧 于是一个充当眼睛 一个负责操纵 A20开始笨拙的稳定姿态 调整航向往回飞过去了 这中间当然还有点故事 他们遭遇了两架德军的FW190战斗机 德军一看 这架落弹的轰炸机是块肥肉 于是马上追过去想要攻击他 结果却被顽强的机枪手给怼了回去 他在FW190接近之前 就猛烈开火 是德军的战斗机 完全就找不到一个进攻的切入角度 加之又快要进入到苏军的控制区了 所以便放弃了 自此他们就只面临最后一个威胁了 带着炸弹盲降 林航员帕尔苏廷 大概是最紧张的一个 因为临时飞行员卡拉斯 实际上是无法准确掌握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的 而机鼻的帕尔苏廷 不仅要反复告知他此时的飞行姿态 更是必须在这种情况下 直面越来越近的地面 不过幸运女神今天全程都是站在了他们一边 虽然着陆时有着相当大的冲击 但是对于一次盲将来说还是相当不错了 最终他们都安全地回到了地面 同时当然也挂上了荣誉的勋章 现在你大概知道了 战斗民族的高超飞行技术是怎么来的了吧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炮弹到底是尖头好还是盾头好 到底是带炸好还是不带炸好呢 这看起来会有争议吗 好像没有吧 既然是炮弹肯定是要炸才好啊 既然是飞在空气当中 暂时尖一点的流线型才更好呀 但是坦克穿甲弹并不是这么像的 我是百科学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坦克穿甲弹 既然是穿甲弹 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了 穿透装甲 不管你是坦克装甲 战车装甲 还是公式的装甲 总之我就是要用我强大的动能 来暴力的把你给撕破 大力出奇迹 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但装甲也不傻呀 没理由白白等你来穿啊 所以他也在变得花样 给穿甲弹制造麻烦 于是毛河顿之间的你追我感呢 就这样携手前行 硬是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 把穿甲弹合生生的从一枚炮弹 逼成了一只飞镖 在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穿甲弹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变过程 身子是越来越细了 头也越来越尖了 到了后面 尾巴也像飞镖一样长出来了 但是等等 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头从来就没有顿过呀 那我们一开始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尖头 只是为了提高穿甲弹 在空气当中飞行士的气动性能的一个部件 它叫做风帽 很软一碰就它是不会参与到穿甲的过程的 真正去穿透装甲的叫做弹心 而它的头部是这样的造型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就要从穿甲弹和装甲的交手过程说起了 装甲本身是有个实际的厚度的 叫做物理厚度 为了抵御住穿甲弹呢 当然是越厚越好了 但是越厚也就越重也越贵呀 后来人们就发现我不一定非要增加物理厚度 才能够增加穿甲弹的穿透厚度 我只要把装甲鞋子放和飞过来的穿甲弹 呈现出一定的角度 就能够增大它需要穿过的厚度了 这个叫做装甲的等效厚度 理论上倾斜的越多 这个等效的厚度也就越大 但是考虑到坦克内部的空间和布局 它也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好了来到了穿甲弹那边 你以为它只是遇到了一个穿甲厚度的问题吗 不是是两个问题 厚度算一个跳弹算另外一个 什么是跳弹 就是本应该穿过装甲的穿甲弹 却被装甲给弹飞了 而这个恰恰就是尖头惹的祸了 从弹头接触装甲的受力分析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奇跷来了 当穿甲弹撞击装甲时 弹体会受到两个方向的力的作用 一个是垂直于装甲表面的发向力 另一个是平行于装甲表面的切向力 两者的合力才是弹体真正的受力 当穿甲弹是个尖头的时候 由于尖头的下缘首先跟装甲接触 所以它在法向上的受力 是要远大于切向上的受力的 合力的方向就比入射线更高了 在这样的作用下 它的运动轨迹就开始往上飘了 即使还能穿进装甲 也要走过更长的距离 最后带来的杀伤效果 自然是大打折扣了 那要是再悲催一点 就是直接跳飞了 白白浪费了一枚穿甲弹 不说还给敌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那怎么才能把它从网上飘 拽下来往下钻呢 让切向受力大于法向受力 这样它们的合力就是低于入射线了 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 转阵效应的结果 帮助弹头走了一条捷径 更有可能去穿透装甲了 而盾头的外形 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 当穿甲弹碰上装甲时 恰好被自己拿盾头的底部给磕了一下 就没有稳住要往前翻倒了 屁股于是翘了起来 整根弹体也就转到了和装甲较为垂直的角度上 这不正好就是完美的打击角度吗 所以很快 穿甲弹就从早期的尖头变成盾头了 同时也去掉了后部装着的炸药 因为人们发现 一旦穿甲弹穿透装甲 其自身所打出来的金属碎片 就足够有杀伤力了 与其去考虑增加它穿透后的效果 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它穿得更透这件事情上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幕的打怪升级的场面 盾头戴上了风帽 以便降低风阻提高射程 风帽下面再被扣上了背帽 以便保护负担主要穿甲任务的弹头 免遭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的飞军式装甲的破坏 而要让弹头穿甲穿得更深呢 就只能让它飞得更快 重量轻一点不就能飞得更快一点了吗 于是咱把力量都集中到穿甲的核心弹心上 只在它身上使用高密度高强度的材料 至于外面包裹住它 就可以用一些较为轻质的材料了 以便再使用相同火炮来发射时明显提高出速度 哎 既然弹心外面的部分在穿甲时完全就帮不上忙了 干嘛不把这部分的重量也省了呢 让它拖住弹心飞出炮管后 立马就脱落不是更好吗 于是穿甲弹来到了脱壳的阶段 接着人们又发现 要是这根弹心又长又细 也就是专业上所称的长径比越大的话 它的穿甲能力也就越强 于是就开始把脱壳后的弹心往细长方面做了 于此同时 为了提高它的飞行稳定性和精度呢 又给它加上了一个尾翼 让穿甲弹最终来到了现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成为了一个最不像炮弹的炮弹了 好了这就是穿甲弹的大概原理和发展历程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对毛和盾是如何相爱相杀的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身上的一个矛盾 就是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精力 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 而非要内耗在彼此的争斗上呢 这个真的有意义吗 我个人觉得 首先这无法避免 其次这还真的有意义 人类的本性就是资源占有 在总量不可变的前提下 只能是你多我少 那怎么办 打呗 打就要发展军事 你有一个好毛 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盾 这才能平衡嘛 而且还要不断去升级这种制造平衡的装备才行 于是科技就得到了发展 所以没有欲望 没有占有 没有好斗 哪能有如今的智能化生活呢 这些东西最早不都是为了军事目的吗 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 只是谁也不希望它失去平衡吧 好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